這個 至少你的Enjoy這個一定要是藍色的 才是OK的 那剛剛到底錯在 問題書在哪裡 這個問題很奇妙 就是在這裡 index 他不接受index.htm 他只接受index.html 所以一個副檔名 他就不接受了 特別注意 剛剛那個 檔名的部分有沒有本來叫index沒有問題.htm 其實本來應該也沒問題啦 不過在網頁裡面OK的 可是在App的世界裡面 只接受什麼html 差一個L就不行了 所以這個實在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OK好所以這裡的話記得是html 這個問題OK 然後我就把它重新再傳過 基本上就OK了 傳上去之後呢你可以看到 這邊就會有個小綠 小藍人出來了 藍色的喔 不能夠是 這個紅色的 那iOS部分的話因為他要申請帳號 而且要錢的所以這個部分也沒顯示出來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要怎麼樣 可以 在你的 手機 你要怎麼樣去 在你的手機上面去執行 幾個方式的 第一個最簡單方法 各位可以看到 那個什麼 QR Code 有沒有 其實這個QR Code 然後 你就直接用你的 紙繪型手機有沒有 直接呢 打開你的QR 這個 條碼 QR Code Scan Scan 對不對 然後呢 往這個條碼一掃 一掃之後的話 這個時候呢 就會馬上出現 他下載App的網址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把它點下去 那就可以馬上安裝 那 安裝的話其實也非常的快速 其實下載之後 他就實際上是幫你下載一個 APK的檔案 然後呢 直接 Download到你的手機裡面 大概是 大概400多K吧 然後並且怎麼樣呢 把它打開一下 打開之後呢 因為我現在 手機沒辦法連過去 不然的話 就是這樣的畫面 安裝畫面 所以你就按一個安裝 安裝之後呢 他就 裝到你的手機裡面去了 那裝到你的手機裡面去呢 最後按開啟 那看到的畫面呢 基本上就是我們剛剛做的 第一頁 第二頁 第三頁 然後可以互相切來切去 切來切去 還有一個back按鍵 可以 可以倒退回去 大概基本上是這樣 所以基本上呢 以往要做一個App 沒那麼容易嘛 你看現在 馬上看到 有沒有 第二頁第三頁 那你 按下去 這個按鈕還蠻大的 按下去它有動畫 跳到 跳到第二頁對不對 然後再跳到第一頁 不過 因為我 其實我是有一條線可以連給各位看 只是說那條線 在 XP裡面居然不行 在WIN7裡面OK 我想再試試看好了 那將來 反正對這樣的方式 就馬上可以看到 也就是說 將來如果你有很多個頁面的資料 網頁你可以很快的 放在這邊來 對不對 如果你們公司裡面有一些DM 你也可以怎麼樣 把那個DM放在App裡面 然後弄一個QR Code 將來放在你的名片上面 如果人家要scan DM的話 馬上就可以看到了 就可以有一個App的DM出來了 這個方式的話 會很難嗎 不會啊 如果你有基本的 網頁的概念 就可以很快產生App OK 所以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試看 那其他的話 大概就 沒有什麼太特別的 QR Code 部分 OK 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試看 把畫面 還給各位 一下 好